第二支个股推介是阿里巴巴9988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减选原因是 不少公司着手回购或增持股份 其中阿里创办人马云出手增持值得关注 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马云 在去年第四季一直逆市增持阿里港股 数入货值只合大约3.9亿港元 另外美国政家会的文件披露 其内马云好友兼阿里主席蔡崇逊 数入折合大约11亿8千万港元的阿里ADR 而阿里是2023年期间 以95亿美元折合大约741亿港元 回购合共近9亿股普通股 回购力度是蓝筹股之中最大 远高于同期腾讯的超过490亿回购额 计及阿里2023年的平均回购价 每股大约82.6亿 昨日收市价72.6亿来看 阿里的回购仍然未足以阻止跌势 但马云及蔡崇逊增持阿里的消息刺激之下 阿里股价至近日低位64元区回升 策略上进取的投资者可以短线炒波幅 可依赖64到76元作止涉及目标参考 中线而言阿里需要铁住声穿 去年11月形成的下跌列口方能摆脱跌势 而下跌列口上方80元是关键 稳固认投资者可以等待阿里回报下跌列口后再作部署